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咳咳 由于可能保存了脊椎动物 核骨 偶旗等重要器官的起源选择 现生无核类 尤其是七塞满 成为了古上学家十分关注的类群 但我们对这些活化石的演化了解并不多 因为七塞满身无硬骨 牙齿也为角质 所以很难保存为化石 尤其是石碳级到白鹅级近两亿年的世界里 七塞满演化出了包含变态发育阶段的三段式生命式 但化石材料非常稀少 我们无法得知此生态学特征是如何演变的 最近在我国的烟疗神工群发现了两个保存极好的化石标本 杀手烟疗满和大牙烟疗满 它们的吸盘和牙齿都近乎以立体的状态保存了下来 不过烟疗满的牙齿结构 与如今北半球常见的吸血型七塞满不同 反而和南半球肉食型七塞满很相似 古双修家运用贝叶斯全证据定年和普希分析方法 重构了七塞满家族的普希术 证实了烟疗满是目前已知的现代七塞满最近的化石祖先 这么看现代七塞满的祖先很可能就是肉食性的 从普希术来看 诸葛基是七塞满演化历史的分水链 研究推测 从早诸葛基开始 较进步的鳞片变薄的真骨有类大量出现 为七塞满提供了大量食物来源 导致它们体型大增 进而促成了能量要求很高的 现代性三段式生命史的出现 由于肉体生长要求水温较低 现代七塞满的分布是反吃道的 这种怕热不怕冷的习性 可能也曾是七塞满漫长演化史中的常态 今天90%的七塞满种群都分布在北半球 因此人们通常认为北半球是现代七塞满的起源地 但此次研究认为 现代七塞满可能起源于网白色的南半球 这又和其他动物以及地球环境的演变有关 看来七塞满的演化历史还有很多代界之谜 蚊子选择宿主的历史 如果让你选择一个最讨厌的动物 你会选择谁 这一票我是肯定会投给蚊子的 目前已知的蚊子大概有3600种 其中有11数约100种蚊子 具有传播人类疾病的能力 还有约200种是这么前例骨 蚊子传播的多种病原体 每年至少导致40万人死亡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像瘧疾和黄热病 可以说蚊子给人类的某些历史进程 带来个深远的影响 但人们对蚊子的演化关系却鲜有研究 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256种蚊子的 709个直续同源基因的序列差异 研究显示蚊子最早起源于三年纪 约2.17亿年前 远早于人类发现的最早蚊子化时 而且基因组数据证实 蚊子吸血演化得非常早 早于一些脊椎动物群体 如鸟类和哺乳动物 这种进食策略 可以让雌性蚊子 获得足够的蛋白质 来发育成熟的卵子 所以说恐龙肯定也经受过蚊子的骚扰 诸国居公园成不起我呀 蚊子分化最快的时候 是在白厄纪 文科的两个亚科 安文亚科和库文亚科 也是在这个时期分化的 此次研究还总结了 不同蚊子吸食血液的来源 除了极个别物种 吸食鱼类和无脊椎动物外 蚊子吸食血液的来源 主要是陆生脊椎动物 包括两栖类 鸟类 哺乳类和爬蟹类 而从时间尺度来看 蚊子的吸血习性 和生物的演化 是相关联的 库文亚科的祖先 主要以两栖动物为吸食对象 到了白厄纪 吸食对象 则转向了爬蟹类 最明显的是 伊文的吸食对象改变 在白鸽类大灭绝后 废尼奥口的灭绝 让哺乳动物崛起 此时 伊文的吸食对象 便转向了哺乳动物 然而 和人类健康 最相关的两个伊文物种 白文伊文和埃及伊文 早在3100万年前就分化了 但他们 仍然可以穿播 很多相同的充肥病毒 这不是他们祖先 一开始 就可以穿播这些病毒的 而是这俩玩意 独立演化出来的 真是感谢 大自然对蚊子的馈赠啊 蝙蝠回声定位的起源 听小谷的演化 让哺乳动物 拥有个不俗的听力 而在这个基础之上 哺乳动物还开发出了一项黑科技 那就是回声定位能力 这项黑科技 在哺乳动物中 独立演化出来两次 分别是水里的精 和天上的蝙蝠 然而 作为哺乳动物 第二大目的一手目 化石机构 却是保存最差的 古生学家推测 大约有80%的一手目化石 丢失了 尤其是早期的蝙蝠化石 都是非常破碎的 所以我们很难确定 蝙蝠是什么时候飞上天的 又是什么时候 开始在洞穴中气息 以及何时演化出 能在黑暗中 利用身影 观察周围的能力的 关于蝙蝠回声定位的起源 有两种假说 一个是回声定位 起源于蝙蝠的共同祖先 也就是一次起源假说 另一个是回声定位 起源于不同的蝙蝠支系 也就是多次起源假说 因为现生蝙蝠 虽然都会飞 但不是都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 比如旧大陆的果符 就没有 去年的一项研究 通过重构蝙蝠共同祖先 和旧大陆果符的 回声定位相关基因 并与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齿精 进行了分子驱统演化分析 支持了一次起源假说 但还是缺乏了化石证据 前不久 古生学家 在一个聚集 约5000万年前的洞穴中 发现了一个 几乎保存完好的蝙蝠托蝠 虽然在之前发现过5200万年前的 完整蝙蝠化石 但是扁平的标本 难以准确地定位骨骼 在三维解厚结构中的位置 这次发现的猴蝠 虽然只有1.8个厘米长 但是它保存了原始的三维形态 使得古生学家 可以更直接地 看到内耳深处的结构 现代蝙蝠的猴蝠和耳朵之间 有一些骨头 称为蛇骨 在所有进行回声定位的 现代蝙蝠中 其中的一块骨头 直接接触中耳骨 似乎与传递高频声音有关 研究人员 对新发现的头骨内耳骨 进行了精确的测量 并与现身蝙蝠比较 结果显示 这只来自5000万年前的蝙蝠 是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 系统发育显示 它属于现代蝙蝠冠群的姊妹群 也就是回声定位能力的演化 要早于现代蝙蝠冠群的出现 且原早于 经发展这种能力的事件 最早的恐龙蛋 为葛制蛋 恐龙生殖生物学特征的红眼化 一直是备受关注 但又争议不断的领域 过去几十年 人们在世界各地 发现了诸多保存良好的恐龙蛋 以及与成体关联的弹窝标本 但我们对白恶纪之前的演化历史 认知还是非常有限的 近日 国家科学评论 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 普及瑞所的一篇文章 报道了一种 新发现于贵州省的 圆溪交流口 并将其命名为 守护前逻 其标本包含了三件成体骨格 和五个包含胚胎化石的弹窝 守护前龙 是一种中等体型的 早期膝脚性类孔 其成体体长约6米 其重约1吨 根据前后之比例 成年的前龙 可以双足直立行走 而右体需要四足行走 且右体与成体 存在一系列的形态差异 这和大坠龙和鼠龙的 早期膝脚性孔类一样 这次研究团队 着重研究了前龙的弹壳 结合组织学切片 以及扫描电竞等技术 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 前龙的弹 与多数白俄级时期的 恐龙蛋化石相似 弹壳的盖质层 厚于多数软壳蛋 又明显薄于硬壳蛋 属于葛质蛋 研究人员 为探讨飞鸟的恐龙 向鸟类演化过程中 生殖特征的红眼化模式 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结果显示 最早的恐龙蛋 很有可能是葛质蛋 且鸟质类主公 主龙类和规别类的 蛋壳祖先状态 可能均为葛质蛋 而异龙蛋壳的祖先状态 为软质蛋 且在飞鸟恐龙 向鸟类演化的过程中 蛋的主要形态变化 发生在兽脚类演化的 早期阶段 而非靠近鸟类的位置 冠犬鸟类 除了拥有相对更大的蛋以外 其多数蛋特征 都继承了兽脚类 或主龙类的祖先状态 以北欧神怪命名的苍龙 晚白色的海洋中 苍龙是当之无愧的霸主类群 分布范围遍布全球 最近古尚学家 又命名了一种新的苍龙类物种 化石发现于美国的 北卡关大纳州福利尔县的 皮埃尔页眼之种 对应的地层是早看攀解 距今约8000万年前 变号为NDGS10838 包含了基本完整的头骨 以及部分追骨和类骨 古尚学家以北欧神话为背景 将其命名为 瓦尔哈拉 叶梦加德鲁 叶梦加德是北欧神话中 能环绕人士的巨大海蛇 是洛基和安格尔伯达的 第二个儿子 因其存在太过危险 被奥丁扔进了无底深海之中 不过 新发现的叶梦加德鲁 并非是个巨型怪物 古尚学家推测 其体型在5.4到7.3米之间 这在苍龙家族中 只能算个中型选手 从形态上来看 叶梦加德鲁 结合了苍龙亚科基础成员 和进步成员的特征 介于硬追龙和浮工之间 在叶梦加德鲁的第四被追画史上 还保留有一个未愈合的咬痕 表明这只叶梦加德鲁 可能是在死前或死后一段时间被咬的 而咬痕的描述 表明这是苍龙留下的 根据尺寸推测 大概率是另外一条叶梦加德鲁干的 这个咬痕 可能是在同类搏斗的过程中留下的 也再次印象了 苍龙类种类竞争的现象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想了解古生领域最新研究发现的 可以点个关注 干货数出 还请多多三个人支持一下 我是翔朵 下期见